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文告表示 开摘节前后两天 也就是4月20号到21号 以及24号到25号 禁止重行车辆上路 当局颁布这项行驶禁令的目的是 减少交通拥堵 以减少重行车辆与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 根据陆路交通局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的图文显示 共有七种类型的重行车辆将受到这项禁令的影响 同时 这段期间 只有需要进行紧急施工的罗里 以及特定罗里 才被允许在县令时段内上路 交通部也会在这期间实施车辆架速限制 联邦公路最高车速将下调到每小时80公里 为了让民众可以安心回家庆祝开载节 警方将在这个星期开始分别展开顺畅行动Op Lan Cha 和安全行动20 Opsalama Duabulo 这些行动除了确保交通顺畅 降低车祸率外 也期望可以在假节期间减少破门刑切案 另外 道路使用者受处 时刻留意马来西亚大盗局的官方网站 以及商用导航应用程式 提前规划回乡的行程 谢谢收看 我是Clement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